所以我们寻者知道 在这个人世间 世界上一切的起伏 你们想想看 我们在人间 碰到这个因缘了 烦恼生起了 碰到那个因缘了 烦恼生起了 就是在因缘当中生存 在果报当中生活 你们看看我们 哪一个人不是在 果报当中生活 你今天是不是受着 你过去的果报 你们今天胃不舒服 是不是过去没有 好好的照看好自己的胃 你们今天要改掉 你们身上的烦恼 改掉你们身上的毛病 痛苦吗 有些时候像剥一层皮一样痛苦 要改吗 要改 我选择了佛法 我选择了成佛 成菩萨这个道 我就必须要改变自己 因为我选择了佛法 这就是我们说 不要受到社会上的染拙 学佛的人绝对不能 受到社会上的染拙 别人怎么想 没关系 我就是这样好好的修 我就是好好的努力 我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 但是我就是要做菩萨 别人用人间的贪嗔痴慢衣 在生活着 他们觉得他们是对的 而我就是用菩萨的 慈悲喜舍 我这么生活 人家骂我傻子 没关系 请愿做为众生服务的傻子 这就是你的坚强的 这种毅力和信念 来克服你的障碍 所以我们学习婆菩萨 就是要学会把佛陀的光 观世音菩萨的热 所有护法神对我们的爱 和我们应该拥有的 九世田中的智慧 洒向人间 救度众生 来帮助别人 一事修成 你们想想看 能够帮助到别人 一事修成的人 他能不能一事修成 这就是利人利己 所以我们要让每位众生 生活在快乐之中 要脱离痛苦 把自己的心 要变成光明星 你们知道什么叫光明吗 光就是能量啊 明是什么 日月啊 明就是 我白天也很懂 晚上也很明白 那么你就是个明白的明 所以一个人要懂得 我今天不管做什么事情 已经明白了自己的心 明白了我的 到人间来的任务 我们就是来度众生 学佛 来改变自己的 我们不能像有些凡人一样 在人间红尘当中 结缘了什么 我就去做什么 给了你外层了 你又去做这个外层的事情 所以人生 一定要懂得 很多人间的东西 你不要把眼睛睁得太大 当你看得太清楚的时候 你眼睛睁得太大的时候 你就会把人世间的一切假象 看成是真的了 然后你心中就会有烦恼和障碍 你相信自己能改吗 能改就是个好孩子 你不能改 你就是个坏孩子 你只要相信这个世界 一切都会改变 我不把这个人世间的 暂时的给自己造成烦恼的任何事物和人 把它看成真的 只是暂时的烦恼和障碍 那么我的人生 就会有一个转折 就会有一个转变 就会有一个更好的明天 所以 学佛就是要用心来解脱 我们每个人要用心来解脱 你的心到底想解脱什么 你还在做什么 你的心是不是明星 你的心是不是还在沾染着一些 人世间红尘的五欲六成 是不是沾染着很多的污垢 所以要灭度自己心中的烦恼 要让菩萨的智慧散发出般若的无限的光芒 把自己都忘记了 把自己都变成空无了 你就得到菩提了 所以得到菩提智慧的人 实际上就是世间一切智 你都拥有了 所以你去看能解决人间很多烦恼的人 这个人拥有的是菩提智慧啊 拥有菩提智慧的人 他可以解决一切烦恼 很多人念经 想通 完全放下 懂得如理如法的去修 如理如法的去行 佛道 你这样就能得到解脱 你这样就能走路至善的境界 所以佛陀为什么称我们很多人叫 善男子善女人 因为一善皆百哉 因为善就没有恶 有善的人是善男子 就不能有恶行 所以佛法的传承 它能起八万四千法门的大功德 大智慧 所以每个人只要得到了佛法 你就是已经拥有和进入了八万四千法门的大功德 大智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